這支秋冬新色我覺得除了顏色之外 最大部分就是包裝的部分 它就是有這種效果 這個是Pelipa跟Oni的那種 比較水淨滑感的潤色護唇膏做不到的 那這邊試完色之後 我一樣會挑香進色來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是1號、5號、10號、11號這一組 哈囉我是陳寗 今天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興奮的唇彩試色分享 就是我要來跟大家試色 我今年年初就跟大家說 我很喜歡的Roman水波唇膏他們出秋冬新色了 那這邊我要先說 因為這個Roman水波唇膏 我之前已經分享過比較詳細的心得了 所以這支影片我會比較簡略式的 帶過使用感受的部分 這次的重點我會放在試色 包含這次新色的香刺色 跟他們之前舊色有沒有很相近的顏色 我都會一起跟大家分享比較 那有興趣的觀眾我們趕快接著看下去 這支秋冬新色我覺得除了顏色之外 最大的不同就是包裝的部分 之前01到09的包裝都是上蓋做半透明漸層的設計 然後下半部是一個有珍珠光澤的白色管身 那這支10到15的新色一樣有漸層 只是漸層的方式做了小更洞 這支顏色是從中心往外擴散 所以越中間顏色會越飽和 並且這支是上下部分唯一一個主題去做漸層 不像舊的色號就有強調上蓋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 材質、手感、唇膏、內管這些地方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的 一樣是這種有點半透明感的上蓋 配上白色底的管身 還有合金材質的內管 然後拿起來的手感重量 我目前這樣感受是差不多的 應該只有視野上的設計有去調整而已 那香味的部分啊 我覺得這一次的新色 全部都是很一致的蜂蜜蜜糖香 因為我之前分享舊色的時候有說 舊色只有幾支有味道 然後有幾支是沒什麼味道 然後有幾支又是那種淡淡的味道 要很仔細去聞才感覺出來 然後有味道的色號 又不是每一支都是一樣的香味 但這次的新色就是 每支都一模一樣 而且鼻子都不需要太湊進去聞 就可以聞得到 我這邊手邊全部的舊色這樣子聞下來 我覺得只有5號這個色號的味道 是跟新色一樣的 所以手邊有5號這支舊色的人 就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 他們舊的那一個系列的顏色 到底是不是品管的問題 還是故意這樣子設計 所以香味這個部分 大家就當作參考就好 我真的不敢跟大家保證 然後直接的部分是一樣的 我自己這樣子用下來 我還是很愛 就是固體唇蜜的那種使用感受 接觸到皮膚之後 會化開變成濃稠液體的唇蜜狀態 另外新色的顯色度 只有部分比較清淡的色號會透出底下的唇色 其他比較濃郁的色號 我用起來一樣是 塗液層會有一個潤色護唇膏的透明薄度 然後堆疊兩三次 可以有接近光澤型唇膏的遮色力 那使用的時候 我一樣建議你就是要轉出一定的量 這個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因為你們看喔 它的管身是這種一定硬度的 如果今天你的量非常非常少的話 它塗到你的嘴唇上會化開 它前面就算消失之後 跟你全部摩擦的 就會是這個比較硬的管身 它的膏體是那種接觸到溫度會融化開 變成有點像唇蜜狀的質地嘛 這個比較硬的管身 就很容易跟那個融化開之後的膏體 去做摩擦 導致說你嘴唇上面那些料體 就會被這個管身給刮掉 那我為什麼會說不要轉太多 不要轉太多就是因為 它的膏體真的很軟 所以如果建議你轉太多出來的話 你一上嘴 它融化之後 就是整坨勾在你的嘴唇上面 你可能後續就是還是得需要搭配手指啊 或是刷具去做塗膜 甚至有可能它融化那個膏體的量太多 導致說你在暈開的過程中也不好暈 那這樣子也會讓你嘴唇上的顏色很不均勻 我自己用到現在 我覺得最適合的使用方法 還是點拍的方式上嘴 就算你點拍第一次 你覺得那個顏色不夠飽和 你還是可以重複用點拍的方式去增加它的顯色度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嘴唇更保濕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轉出一定的量之後 重複去塗抹在唇部的中央 塗到你覺得你的唇部保濕感有足夠之後 你再使用手指去把不均勻的地方點拍開 我目前這樣使用下來 這兩個方式塗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後一樣提醒大家 雖然Roman這系列唇膏 在台灣不管是韓國代貨 還是官方代理進來的那個商品名稱 都叫做什麼水波唇膏 果凍唇膏 但是你們仔細看它的品名 是BON 就是護唇膏 所以你不要奢望說它有什麼超級好的流色度啊 或是持久力 它就是你吃完東西喝完東西 遺到面子 或是你的唇部任何只要碰觸到物體 你唇上的顏色就會全部轉運掉 除非你一開始就塗得很多很厚 你的嘴唇可能還會留一點點顏色 不然基本上都會掉光 然後在我之前拍完那個水波唇膏的試色行李之後 我有在一些V卡討論區論壇上面看到 有一部分的人說Roman這個水波唇膏好黏 然後在嘴巴上面好不舒服什麼 會黏住嘴之類的 然後他們比較喜歡可能其他品牌 就是比較輕薄一點的那種潤色護唇膏 我覺得這就是個人偏好 沒有說哪個產品比較好 如果今天你就是不喜歡唇彩在嘴巴上面 有一定厚度 一定存在感 一定黏感的人 那Roman這個水波唇膏 你就是直接閉眼跳過 因為一定不適合你 你連想說我要買回來試試看都不需要 因為你就是會不喜歡 然後你也不用想要嘗試說 它一定有方式可以讓它變得 就是讓你會喜歡 不會 因為它就是這種有厚度有存在感有復必性的 潤色護唇膏 它的使用感算就是不像Pelipela 或是Oerni的那種水精華感的 潤色護唇膏一樣來的舒服 但是相對的 那保濕度一定一定比這兩款好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用Pelipela Oerni的那種水精華感的 潤色護唇膏保濕度就很足夠了 但是對於我這種比較容易會有死皮的人來講 那種潤色護唇膏 真的真的真的沒有辦法解決掉我嘴巴上的死皮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沒有做好保養的話 而且有可能它們膏體上的顏色會卡在我的死皮周圍 看起來會很難看 可是Roman的水波唇膏就不一樣 它的膏體是那種會融化 會轉成比較液態 比較粘稠狀的液體的那種潤色護唇膏 那這種質地的潤唇膏產品就是你塗厚一點 就會很像你平常拿一些唇膜 或是凡事靈 晚上可能後敷在唇上面 過一陣子或是一個晚上之後 你用四十斤或是面子把它擦掉之後 你的死皮就可以一起帶下 它就是有這種效果 這個是Pelipea跟Oreni的那種比較水精華感的潤色護唇膏做不到的 那這邊因為沒有買到差不多質地 或是差不多使用感受的唇彩 所以我這邊就不跟大家做一些競品的比較 雖然最近的韓系唇彩好像還蠻流行這種固體唇蜜的產品 可是真的不是很好買 因為你們自己去看一些韓國代購上面 基本上就有Roman 水波唇膏這種質地之外 像是Desk最近出的那一個唇膏筆 然後自然樂園就Natural Republic 他們也有出一個類似的產品 然後Pelipea最近好像也有出類似質地的唇膏 可是因為是新品 所以韓國代購也是各種找不到 我們這邊就直接進入試色的部分 這支新色有6週 我覺得在手上試色 基本上不用擔心會看到類似或是重複的顏色 因為秋色都是比較偏春夏那種明亮的色系 那秋冬的新色就是你一看就會覺得 哇 秋冬要來的那種低飽和感 這邊我一樣會搭配我自己個人的主觀看法來新種顏色 大家可以當作參考就好 10號這支雖然在手上是一個很裸感的拿鐵色 但是我覺得它上嘴之後會透出一點你原本底下的唇色 所以整體的塗色調不會那麼重 除非你原本就是淺春 不然基本上應該不會變成吃吐色那種感覺 可是這色我覺得日常使用可能就是拿來當作打底用 不然真的是需要搭配其他顏色去做疊加 如果你淡妝塗它會沒有提氣色的感覺 11號這支在手上是一個肉桂奶茶的顏色 但我實際塗上嘴後因為它有點透明感 所以用起來更像是低彩度版的MLBB色 就是跟我原色的唇色很接近 但是視覺上看起來又再更優雅一點 這色我覺得就是淡妝也可以的無腦白搭色 12號這一支在手上是一個乾燥玫瑰色 實際塗上嘴之後我覺得沒有在手上試色那麼深 看起來會更明亮一些 比較接近玫瑰奶茶或是丁香紙的那種感覺 這支可能比較適合白肌或是偏白的膚色 黃肌或中間膚色用這支可能會有一點點顯黑或是顯老 但如果你是薄薄的當作潤色護唇膏塗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影響 13號這支在手上看起來有一點點樂可可的感覺 但實際塗上嘴不會有太多的塗色調 我覺得是有帶一點血色感的 是類似真果拿鐵的顏色 我覺得秋冬感很足 而且是日常也能塗的那一種 14號這支在手上看起來是一個很血色感的顏色 但實際塗上嘴後一開始會有一個很意外的奶油杏桃色調 然後多看幾秒之後又會覺得那個奶油杏桃色消失 轉而變成一個嘴唇好像氣血很通順很健康的肉粉色 這支是這支新色中最沒有求人感的顏色 看起來好像有點無聊 可是我覺得它可以說是目前舊色加新色 全色號中我覺得最不挑膚色的顏色 誰都可以買誰都可以塗 而且塗的都會很好看的一支安全色號 最後15號這一支在手上看起來很像以前的經典楓葉紅色 但實際塗上嘴後我超級驚豔 因為我以前很愛楓葉紅色 不過我必須說這種楓葉橘紅色有些人塗起來 會有一點點顯黃顯彰顯塗 可是這支完全沒有這些問題耶 保留了楓葉紅色該有的樣子 然後可能因為妝效跟職業的關係 在嘴上會有一個焦糖琥珀的通透感 整個非常高級好看 那這邊試完色之後我一樣會挑香進色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邊也會把以前的舊色拿出來跟大家做比較 首先是1號、5號、10號、11號這一組 這組我在手上試起來覺得那個味道很接近 都是土土咔咔的感覺 那實際上嘴後10號的彩度比較低 比較偏向拿鐵的那種感覺 5號則是紅感比較明顯的焦糖色 然後11號我覺得上嘴跟1號有點接近 不過他們的接近不是因為顏色的關係 而是這兩個色都比較淺 所以在嘴上都有一個透明感 如果今天你不是淺純的話 塗這兩個顏色可能就會有像我一樣的效果 但1號會透出一點牛奶糖的焦糖菊中調 11號則是會更接近肉粉色調 再來是6號、7號、12號、13號這一組 12號、13號這兩組我覺得就是秋冬版的6號、7號 12號跟7號的調性很像 都是偏紫的色系 只差在12號的彩度比較低 而且跟7號比一下也更淺 但13號這支顏色的調性跟6號就會很像 都是一個比較有鬥色感的MLVP色 只差在13號多了一些真果土橘色在裡面 最後是14號、14號、15號這一組 這三色都是紅調比較濃烈的顏色 單純在嘴上試色的話 只有一個顏色從淺變深的漸層感差異 不過實際上嘴後我覺得差別就很明顯了 14號是一個很有透明感的血紅色 邊緣料體比較少的地方會有一點點粉色感 那相交起來14號這支顏色 就能看出很明顯的低飽和感 比較低調一點 至於15號就不用說了 上嘴之後的橘裝紅色調會更明顯 完全不會覺得有很相似的感覺 所以這組我覺得跟另外兩組比起來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只有在手上試色想 實際上嘴之後完全可以辨認哪一個顏色是哪一個顏色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Roman水波唇膏的秋冬新色分享 這次新色我自己覺得最值得買的就是12號跟15號 12號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白激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擦起來是一個非常秋冬感 就是那種很輕人感的眉紫色 我覺得超級好看 那15號真的就是秋冬每一個人都必收必擦的楓葉橘紅色 它除了像楓葉橘紅色之外 又有琥珀的那種通透感 我覺得擦起來整個人超有質感 這兩次就是我這次秋冬新色 覺得最推最必買的色號 你們覺得哪一個顏色也很好看想要試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